好了 再見香港 不在中環了 現在去到灣仔了 多謝一些朋友的反應 不過這裡也要拍一下 這間本來我有小朋友很喜歡吃Fish and Chips 那間關了 有一間海南美食 也算是很便宜 也有湯 也有在灣仔 有些朋友都說OK 現在是這麼難的時刻 不是每個人都想吃一百幾十塊 那40塊有餐飯吃 是吧 很難得 好 我覺得這些樓價就 很多年輕人都在同行 今年真的見真章 很明顯地 很明顯地 現在那些樓是可以和他negotiate 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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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你那些人沒有工作的時候 你浪到價格這麼高都浪費氣 根本都租不出 那今年2021年是極度困難的 那些店鋪很難租 你看看就算整個蘭桂坊晚黑你去 所以四成的店鋪都可以 現在是 那你沒有辦法 那當然了 你貴的住宅那裏都很多 list 到幾十塊 當然都有 有 是 就是你 list 就可以了 有沒有成 那有個theory就是 當一些大陸人可以回到香港的時候 就要套現 因為裏面都很不行 那就買了樓的 你要套現 那你個個都希望用最底的價錢去買一件貨 那香港的樓價不會好 那我自己看過stock market 拜登他上場之後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分意的 美國的股票市場不會是 就是所謂強力再急升 還有就是不斷的capitulation回調 或者trade sideways 可能會是第一季的trend都不奇怪 那就是說 你沒有個大方向 你是wip so 那就是這樣 而且你看到就是 你的vaccine現在是 那些疫苗開始有些人有得打了 那當然是醫護先 那整個世界是在所謂recovery mode 那這個影片 我希望這條拍的影片是 第二個出街的影片 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想回1月6日的時候 就是 Congress會再get together 那就是說那個electoral college的vote 就要被副總統彭斯去verify確認 但是當中呢 又會有些什麼的 所謂奇蹟出現呢 暫時我都看不到 這幾天會有一個特朗普的rally 已經去到最後的尾聲 那個力度是不夠的 那我想特朗普都可能自己會知道 但是怎樣都好 特朗普我覺得是在史上來說 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總統 那就是說歷史會作見證 我覺得是這個重要 那我們現在去哪裡呢 就是去聖Francis Street 這裡走上去就會是聖街了 那這裡比較特別一點的 上面有一間天主教堂 那去年再去年 就是2019年的抗爭運動 來講呢 教會就有很多是 有個地方給人去祈禱 給人去休息 那裡有個天主教的一個教堂在那裡 就 就 灣仔大家知道就是 皇后大道 那突然間有一條比較 靜一點的街 那這裡就是 星街 星街有很多這些 幾精品一點的 店舖在那裡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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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比較特色的街 你說我不想吃一些在街上的茶餐廳 這裡有一間 這裡的東西比較貴 你吃一個早餐是四十多元 這個德魚 叫德魚餐廳 今天不開了 九月一號 當然了 這個apolitical 即非政治的卡通人物 叮噹大家知道了 這個是一個art gallery的物體 小時候都喜歡的叮噹 有誰不喜歡 拍一下照片 叮噹 好 真是痛心未盡 叮噹 這裡真的有些店鋪不開 所以今天 給大家 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 它躲在那裡 你猜不到會有一間是 有間taylor在那裡 是不是 你猜不到那些這麼靜的街 就是這麼怪 你看 會不會在橫街宅行會有個 就是 這些這樣的東西 你想不到 是不是 Taylor make Bespoke tailoring 好 那我們又走一走 就是去了一個很特別的社區 但是你 哎呀 但是你 哎呀 不是 不是落回去大街 你可能 這裡就是香港 但是這裡不是 真是香港 等於那些 expectateurs來到香港 說 香港沒有事情發生的 哎呀 你如果整天在 IFC出現 那又是另一件事 是吧 好 嘩 這個小狗這麼小的 OK 又有一些 特別的店鋪 嘩 這麼多空紙皮盒 讓我去 拿幾個放在車上 看不到了 剛才那個 好了 這裡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有些特色的食物店 好 好 嘩 不要亂來 這裡喝茶 喝茶吃個餅 下午應該不會太多生意吧 大佬 那這個 這個Deliveroo哥哥都 厲害了 打橫 拍一輛車 哎呀 哎呀 哇 這些 真的要 好會來才行 你問我 我這條街一年來不了一次 我要解釋為什麼會來這裡 有一天去做hiking 經保雲道下來 為什麼這麼多新東西 見到這些 去回大街 真是升街好嗎 帶大家去 這個應該是回珍珍衛牆的 那這裡 小心啊 哦 要去這裡 有間賣Lamborghini的shop 它在升街 這樣就代表了升街的地位 是挺重要的 買不起也不要緊 買個玩具套 你看看 也可以的 Lego 我對於物質上的東西要求十分之低 雖然都喜歡看一些漂亮的車 不過是電單車 不是兩個輪子的 所以我來看見這個租屋 如果有些租屋 又怎麼樣 不搞它 它這個開了 讓大家有些idea 看看現在 這個叫高級街 升街 但是租屋那裡我覺得都是很affordable 大家真的看到了 現在 哎 哎 賣幾塊 租屋 在不同的 升街都是說 14800元 實用面積250呎開陽 其他 都是 萬多元已經有 很久沒有見過萬多元這些所謂的價錢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就是沒有東西要做 沒有東西要做就是 你不可能的rent 還這麼高 有些朋友跟我說 他說 哎 到香港都已經沒有什麼 可以再想著做 那可能 賣了些資產 留一個很小的東西在那裡 就有空回來 那這個就去到下一個topic 我才講